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到的是跟中美贸易谈判相关的一条报道 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五 中国和美国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又进行了新的一轮通话 但是在通话之后 不论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所发布的声明 还是中国新华社所发布的声明都是比较谨慎的 所以我们看过之后也并不是非常清楚双方有哪些条件交换 不过所幸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是一位非常率真的人 他自己就无意中透露了有关谈判的更多内容 那么他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中美正在筹划第一阶段的协议 并且将很快签字 同时还表示中国想让美国取消十二月的征税计划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事情发生在十月二十五日 当时在白宫中美国总统川普被记者问到了 有关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相关的问题 当时川普表示谈判进行的非常顺利 有很多很好的事情都在发生 中国迫切想要达成一份协议 同时川普还向记者表示 中美已经接近敲定协议的一些部分 而这一份协议对农民很有利 这也呼应了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一些声明 但同时川普还透露中国希望美国取消一些关税 这一些关税很快就要生效了 但是中国却不想让这些关税生效 他补充说中国真的很想达成一份协议 那么根据川普的这段话 我们可以判断 那么中国指的就应该是十二月十五日原定计划加征的关税 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 美国即将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对另外将近一千六百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关税 那么中国指的就应该是这一部分的关税 应该希望被取消 同时路透社也有报道称 有两个美国的消息人士透露 如果双方要达成协议 那么北京将会要求华盛顿放弃十二月十五日 对将近一千六百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这一部分关税主要涵盖的是手机笔记本电脑玩具等等消费品 还有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北京甚至可能寻求让美国取消九月一日 对大约一千二百五十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的百分之十五的关税 这样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希望仅仅留下最初的两千五百亿美元产品加征的关税 所以让美方再做出一些让步 而穆努钦在上周说 目前上海没有对十二月十五日的关税议题做出任何决定 但是他说双方将在未来的对话中继续讨论 而同时中方的一位消息人士也对路透社透露 如果双方能就协议文本达成共识 那么北京也将免除一些美国农产品的关税 比如关于大豆小麦还有玉米的关税 同时有两位消息人士说 姆努钦和莱特希泽将在十一月三日那个星期前往北京 与刘鹤最终敲定第一阶段协议的文本 我们知道川普的家族生意常常引起有关于是否与他的政府角色之间相冲突 这方面的质疑和怀疑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有一起相关的案例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由一家与川普总统兄弟有联系的弗吉尼亚公司 获得了三千三百万美元的政府合同 而根据报道称 这一家公司是由川普总统的兄弟罗伯特川普关联的一家公司 所部分拥有的 华盛顿邮报的周六报道说 在竞标之后就有竞标者匿名向美国司法部的监察长办公室投诉 指责这家中标的公司没有透露总统最亲的亲戚之一 将从教育中获利 这一份合同授予的情况 以及这家公司努力掩盖罗伯特川普先生在公司中的财务利益 即使这样一家公司是以川普的名字进行交易 都为那些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提供了优惠待遇 这一份匿名的投诉这样写道 而这家公司的总监兼联合创始人在一份声明中告诉华盛顿邮报 罗伯特川普是在这家公司中拥有少数股东的实体投资者 但是罗伯特川普完全是被动的投资者 并没有任何管理角色 也不是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是董事 而且这家公司从未用过或者提及过他的名字来征求政府合同 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 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称 还有另外一家咨询公司曾于七月向政府问责办公室投诉类似的事件 USMS的发言人韦德告诉华盛顿邮报 这一家竞标抗议导致了这样一份合同停止执行令 他表示在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之前 没有花钱在这一家公司上面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不能够按照竞标所得开展业务 同时发言人还表示 USMS并不了解有关总统亲近拥有这一家公司财务股份的指控 而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罗伯特川普与这家公司的联系 是通过他与公司的首心之接官 肖恩休斯之间的投资伙伴关系而建立的 根据报道 这一家公司在二零一三年被两个实体收购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提到的上面的关联企业 而在宣布一项现在已经取消的 在川普组织的一个度假圣地举行七国集团的峰会后 人们对于川普总统家族企业的质疑再度走向了高潮 而当时白宫的代理幕僚长莫尔瓦尼表示 川普不会从这样一个决定中获利 而副总统彭斯在今年年初也曾经接受过大家的质疑 当时他在爱尔兰停留在川普的住所 而不是他正在与爱尔兰官员会晤的都柏林 那么说到莫尔瓦尼呢 今天还有一条跟他相关的消息 这条消息呢是根据纽约时报整理报道的 我们知道莫尔瓦尼之前的幕僚长是约翰凯利 他现年已经69岁了 今天呢他向媒体透露 他在工作的最后几天曾经私下警告川普 如果川普不聘请一个能够坚决控制总统的不良冲动的幕僚长 那么川普总统就会遭到弹劾 凯利说他相信如果自己留下来 总统就不会陷入现在的这种困境凯利表示我说无论您做什么 我们仍在努力寻找一个可以替代我的人 我说无论您做什么都不要雇用一个只对您为命是从的人 一个不会告诉你真相的人 不要那样做 这呢是凯利在一次政治会议海岛峰会上接受采访时回忆说的 他说因为如果这样做我相信您会受到弹劾 那么这里的您呢指的就是川普总统 而凯利还说那是差不多十一个月前的事情 当时我关于辞职其实还有很多犹豫的想法 看到发生了什么也就是现在发生了弹劾的事情 让我感觉很痛苦 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仍然在白宫 或者像我这样的人在白宫 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团糟 那么出了这样一条有趣的消息 记者们都去白宫寻求评论 而白宫新闻秘书格里森的评论可以说是比海力的话 还让人觉得惊讶 他是怎么回应呢 他说我曾经与约翰凯利合作 他完全没有能力应对处理我们伟大总统的天才 哇那这个回应呢真的是让人吓了一跳 其实在我最先看到的时候呢 还以为是哪个记者开的玩笑 但是反复确认之后才发现 这的确就是白宫新闻秘书的回应 而川普总统的回应呢 似乎看起来却更正常一些 他说约翰凯利从未跟我说过 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 如果他说这样的话 我会把他赶出办公室 他只是想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卷土重来 也就是回到白宫 那么显然呢 川普总统是否认约翰凯利这样的说法了 那么目前呢 我们还没有得到凯利方面对总统回应的回应 如果有个最新消息 还是会一并为大家报道 接下来要看到的这条消息呢 来自路透社文章介绍说 美国国防部设立了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项目 简称叫做JDI 就是JDI 旨在打造国防部的军事技术 现代化 合作价值呢 大概高达100亿美元 为期十年 而有多家美国公司 包括亚马逊 微软甲骨文以及IBM等企业都参与了投标 但是仅有亚马逊和微软符合国防部的要求 亚马逊一度被认为有可能会获得国防部的这样一个云计算合约 不过呢 美国总统川普在七月公开表示 收到了很多家企业对亚马逊的投诉 考虑介入亚马逊参与JDI项目 而川普呢 一直与亚马逊的行政总裁贝索斯不是很合得来 后者呢 同时拥有华盛顿邮报 而川普本人多次批评并没有获得华盛顿邮报的公正报道 那么当然呢 这种联系看起来似乎是有一点牵强 因为不能因为川普不喜欢华盛顿邮报 就说呢 川普不喜欢亚马逊 又因为川普不喜欢亚马逊 就把这样一个合同偏袒的给了微软 但是呢 这样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呢 也许还真的是的 在有一本书中叫做The Line 这本书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 说川普呢 在二零一八年夏天的时候 曾经致电马蒂斯 指示他从一百亿美元的云合同中把亚马逊干掉 而马蒂斯呢 在一个小型的小组会议上对人们讲了这个故事 并且说我们不会那样做 将严格按照道德和法律完成竞标 但是马蒂斯呢 随后也不久离开了 那么这本书是不是可信呢 他的作者是前海军指挥官盖伊巴斯斯诺德格拉斯 他在马蒂斯离开之前的四个月辞职了 曾经担任马蒂斯的首席演讲撰稿人 还有传播总监长长达十七个月 所以如果从背景履历上来看 是一位严肃的作者 他提供的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信 川普是不是因为对亚马逊的不满 而有意偏袒微软 把这样一份大棒合同给了微软呢 请读者们自己去判断吧 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条消息呢 也是与政治腐败相关 而主角呢是姆努钦 相信关注中美贸易谈判的观众们 对于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 对他就是现在的美国现任财政部长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讲在这个川普政府中 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制定了税法 其中呢有一个减免税收机会区计划 我们英文叫做opportunity zone 他呢提供资金给低收入地区的新开发案 或者是新商业的投资者 而根据新税法的规定 投资机会区可以享受七年 不需要缴付联邦资本增值税的优惠 而如果新年进行投资的话 将在七年到期的时候减少百分之十五的税金 而如果在机会区投资满十年 那么所赚的利润都不用缴税 所以呢这是非常丰厚的一个条件 但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姆努钦却利用植物便利 把自己的华尔街好友 我们叫做Milken 叫米尔肯 在内华达州的大部分的投资土地 划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区 尽管这些土地是不符合投资区标准的 而财政部的官员在内部备忘录中 对于姆努钦更改规则的做法表示了担忧 而这一份备忘录呢 又被纽约时报所获得 那么涉事的这个内华达工业区附近有七百英亩的地段 米尔肯也就是姆努钦的这位朋友是主要的投资人 虽然按照规定 这里呢是不符合川普所说的减税机会区的要求 但是姆努钦个人却亲自要求财政部官员 将这样一个地带划入机会区 而就在姆努钦要求变更规则的前几天 在比弗利山庄有一个高档的私人会议上 姆努钦做了一个关于在机会区投资的发言 而记者呢也曾经拍到姆努钦与他的太太 还有这一位米尔肯在一起的照片 他们呢是多年的好友 所以这呢就让人联想到 他们之间是不是进行了某种利益输送的交换 尽管目前呢 不管是姆努钦还是米尔肯都否认了这样一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